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并不是空穴来封道,俄罗斯人起源于东斯拉夫人的一只,属欧罗巴人种,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,他们拥有着极强的群聚性,性格勇猛强悍, 曾有一位叫做维尔杜兰的西方学者,在世界阿民许一书中,对俄罗斯做出概括,俄罗斯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,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,又充满着冷户无情的压迫,前春周夹带着暴力,忠诚而又残忍,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英勇,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, 因为面对着漫长的东西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,他们必须要战斗,而这是一场苦斗,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领略疾风,长期以来俄罗斯就以战斗历经人而闻名世界,就从俄罗斯建国以来说起,长时间都处于战定之中,中国有句老话,叫做沙迪1400-800,好战的俄罗斯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,面对德国的入侵,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乃能拱手相让,缓过身后与德军此刻到底,这一战就是两千多万人的死亡,步入和平时代,喜欢喝酒的俄罗斯壮汉,每年会有至少50万人,因为需酒而死亡, 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,近期在夜间出售酒精度,超过15%的饮品,并提高了俄罗斯人最喜爱的烈酒富特加的售价,但这些措施,丝毫不能影响俄罗斯人对酒的追随。 最近,一调查数据公布,俄罗斯新出身人口为169万,死亡人口近达到182万之多,俄罗斯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,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,加上严重的男女失衡,使得俄罗斯人口增长更加困难, 有专家预计俄罗斯将会有剧烈的,无法逆转,无法阻止的人口减少,生育率不断创新,第一个人口死亡率不断上涨,令普京政府也是头疼不已,对此状况俄罗斯政府对国民生育的福利补贴大大提高, 比如第一胎的母亲可以享受成额带新产假140天,此外还有着和人民币3500元的国家产假今天,这也是全世界最长产假,政府还选取了不少出生儿照片,以刺激生育,普京也曾亲自探望刚出生的婴儿,传达国家对此的重视。